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年的时间我毁了一切 背景离乡陶冶似的离开这个生活多年的城市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归期 我叫纳小佐 三十岁 黄金大龄圣斗士 学历一般 容貌身材过得去 自认是个挺萨的小姐姐 2016年 我26岁那年 毅然辞别了港口 单证员的工作 拿出所有的积蓄 开了一家物流公司 主营海陆运输轻观 转观一条龙服务 规模不算大 生意好的时候一年赚个几十万 但也有穷忙一年颗粒无收的情况 让我放弃了公司 逃到国外的不是生意惨淡 而是自己惹了祸 故事要从我曾经的合伙人陆友说起 第一次见她是港口最繁忙的时候 那天 换提单的人排出了白米长龙 站在队伍最后的她捂着肚子跑过来 趴着窗口问 有卫生纸吗 我满脸嫌恶地把一卷卫生纸递到她手里 没想到居然被她摸了一把 正要发作 低头一看 手心里居然多了一只护手霜 热明纸上有荧光剂 显色剂 增感剂 胶黏剂 润滑剂 哪个没读 每天摸那么多单具 要勤洗手 多擦护手霜 女人要懂得心疼自己 说完她冲我挑了挑眉毛 当然没忘了把单具塞进窗口 我傻愣愣地看着自己粗糙的双手 心里暗骂 油腻 却鬼使神差般地替她加了个三 认识的人都说她油嘴滑舌 到处拈花惹草 不好惹 但选择辞职和她合作是看重她的能力 她物流专业毕业 在这一行摸爬滚打十余年 更重要的是适合做这一行 脾气级性子烈 骂起人来脸红脖子粗 站在原地一声吼 很多人就条件反射地打哆嗦 平时我们打交道的人员复杂 有的时候就是要横 要拽 要内行 要能镇住所有人 陆友就像一架横扫一切的小坦克 扫走所有的牛鬼蛇神 一次车队的司机喝酒开车 倒进车库的时候把大门给撞了 我赶过去处理问题 刚说了两句她就急了 见我是女孩子好欺负 借酒撒泼冲过来 举起大手 做事要伤我 陆友冲过来二话没说 一脚把人踹在地上 抖大的拳头抡下去 我赔了五千元的医药费 她被拘留了十天 之后我心里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在慢慢生疼 能找到这样的合伙人 我是幸运的 我俩意见不合是常有的事 可公司却在我们的争吵声中 蒸蒸日上 我们的感情也渐渐升温 但又都是骄傲的人 谁也不愿意先挑明 2020年初 疫情席卷全国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港口不让船只靠岸 生意一落千丈 看着员工一个个走掉 我心如刀绞 仓库租赁费 车辆保养费 员工工资等等 支出让公司入不复出 每天都在往里面砸钱 半年里居然亏掉了三年的利润 我看着蒙尘的车头 空空如也的仓库 急得放声大哭 就在我几乎面临破尘时 4月的一天 同行小李给我介绍了一个银行行长 可我们带齐手续材料跑了几次 都没办下贷款 陆友说 这是我们公关没有做到位 他提出请行长吃个饭 行长推了两次后 欣然前往 那天陆友挑了最贵的饭店 点了最贵的酒 看着价目表上一长串的数字 我心底要疼得滴血了 从桌子底下死踹陆友 可她面不改色的敬酒 哈着腰点头如啄米 就在我们气氛尴尬 一无所获时 行长的女儿来了 那个胖姑娘走进雅间 嘴里埋怨着自己没带钥匙 目光却黏在了陆友身上 从那天起 这个胖姑娘开始高调追求陆友 每天中午 他带着爱心便当 风尘仆仆赶来 一口一个欧巴 追着陆友跑 下班他把白色奥迪 横在物流员门口 不见到陆友不罢休 反正只要他有空 我的视线里总是能出现 他圆溜溜 白嫩嫩的身影 办公室里开始热闹 难用香水 高级香烟 红酒 绿茶 堆满了陆友的办公桌 陆友的抗拒 没能消耗小姑娘的热情 干脆当着她的面 冷哼着往下分发 瞟着她的红眼圈 不为所动 就在我们以为 陆友成功地羞辱了她之后 也不知道为什么 胖姑娘像是看出了啥 隔着桌子 小声对我嘀咕 是你吧 陆友喜欢的是你吧 我很想说是 可自己也不肯定 胖姑娘丢下我直奔路友 撂下一句 有你好看的 羞愤的 摔门而去 临走瞥我的那一眼 让我至今想起都不寒而栗 胖姑娘的恋情没了着落 我们的贷款也是 我每天焦虑地看着时钟 过日子 计算着每过一起小时 我就损失多少钱 压个箱子要三万块 置箱费是每天三百到六百元 钱就像打出去的水漂 在我眼前蹦得着 蹦得着就不见了 我们日渐绝望 陆友和我商量把大车卖了吧 卖了咱们攒钱 等时机东山再起 我半开玩笑地说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玩 完美地化解了危机 我知道陆友想走 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我舍不得 为了保住我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 我都恨不得找个地方 搞点直播 唱歌 跳舞 只要不卖身 让我干什么都行 就在我们无计可施的时候 行长打电话来 说贷款的事情定了 让我一个人过去一趟 当时陆友去了港里 我也没多想 就去了约定地点 行长和我约在了一家KTV见面 进去不谈业务 光拉着我喝酒 歌唱到一半时 他一把抢下话筒 扔到沙发上 从背后环绕着我 死死钳制住我的双手 粗重浑浊的口气 都喷到了我的脖子上 我被禁锢得满脸通红 往日的刁难 一起涌上心头 再也忍无可忍 狠狠跺他一脚 挣脱了 这个下意识的举动 惹得他大发雷霆 我还没站稳 就被他破了一脸的臭 对方也似乎清醒了不少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冷冷地哼着说 你不过是大龄圣女 别在我面前装清蠢 要贷款 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办 要不然你和路由等着 卖房卖车 和西北风还债吧 我被他的气势震住了 路由两个字扎进耳朵 我有点懵 我还没反应过来 人就被压在了底下 接下来就是无边的恐惧和羞辱 事后他站起来拍拍我的脸 撂下一句脏话扬长而去 我把自己蜷缩在KTV的角落里 一直哭到服务生来问 是不是要家中 才在他犹疑不定的目光里 爬起来落荒而逃 滴滴撞撞的往家走着 脑袋里面好像一直在胡思乱想 又好像什么都没想明白 一片空白 理智上我告诉自己 公司有十几个员工呢 都是尚有老 笑有小 要靠你吃饭的人 你就是个偷生的蝼蚁 谁都惹不起 这种事情多了去了 就当被狗咬了一口吧 可我依然觉得麻木 恍惚 浑身宛若流利 我想把失去了一切 找回来却无能为力 又羞愧又自责 我觉得自己脏 连走进单身公寓的勇气都没有 在家门口的花坛上 一直坐到滑灯初上 路由找到我的时候 我眼睛肿得都睁不开了 他扶着几乎要晕厥的我 晃着问怎么了 我突然一软 倒进了他的怀里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他黑着脸掏出手机 一边颤抖着开始播110 一边嘟囔着 我听财务理解说了 你欢天喜地去办贷款了 到银行一问 说行长开会去了 给你打电话也没人接 我就觉得出事了 没事 咱报警 咱报警 说完 他把我搂进怀里 力气大的几乎要把我揉碎了 这几年相处下来 遇到多难的事情 我都没有看见过 他哭 可这次每个字 他都带着哭墙 我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 把电话打落到地上 他推开我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哭着求他 让他为了将来想想 事都出了 闹出去 贷款没了 公司没了 我的名声也完了 是有人同情被强奸的女孩子 可也有人嘲笑 鄙视幸灾漏祸 甚至有人会说我 为了贷款勾引人家 到时候强奸犯还没有定罪 我早就被托墨星子给淹死了 陆友没吭声 一脚狠狠地踹在路边的树上 干枯的叶子扑苏苏的落了一地 耳边都是清脆的剥碎声 事儿就这样被我压了下来 我休息了几天 对外宣称是得了重感冒 把公司事情都甩给了陆友 其实是我根本不想出门见人 没想到他一反常态地 没和我争吵 变得沉默而温柔 七天后财务的理解 打电话向我邀功 说贷款办下来了 还和我八卦路友 说他每天都睡办公室 遇到难谈的客户就亲自压车 公司颇有东山再起的味道 看起来离红火不远了 我没说话 擦着眼泪 把电话挂断了 那天路友带了一箱家事博 说要和我谈谈 公司下一步的发展 一直谈到了天色擦黑 他说后悔拖我下海 后悔让我在这行里耗掉青春 他造孽了 从我被侮辱那天 到现在他一直都睡不着 说到动情处 他跪在我面前 撩起刘海 吻了我的额头 我突然就泪眼模糊 他抱我的时候没抗拒 这么多年的故作坚强 瞬间柔软了 觉得自己像一颗膨胀的棉花糖 轻盈地融化在一片浓情蜜蜜里 那天气氛很好 我还以为能永恒呢 要不是他说以后我想要的 他一定都给我 仿佛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就是和他在一起 所以现在他用这种方式奖励我 对公司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心头发肚 一口气横在胸口 这算什么 补偿吗 贷款到位就颁给我个安慰奖 他以为他陆友是谁 是块天鹅肉 所有的女生都想咬上一口 看着他在我身边 睡得像个二傻子 我突然就恼了 恨自己没有拒绝 那天我觉得陆友就像是天上的星星 跨山跨海一路奔腾为我而来 穿越重重困难 精准地击碎了我的自尊 第二天天没亮 我就跑回了渔村 没和任何人打招呼 我关了机 把自己关在满是灰尘的破败老屋里 试着把骄傲重新粘合在一起 还原成那个又美又萨的自己 可等几天后 微生崭新的行头 出现在办公室时 世界居然变了 胖姑娘坐在我的办公室里 把老板椅摇得吱吱作响 没等我发作 陆友就大大方方地 给我介绍了她的未婚妻 行长的女儿 接下来她画风突变地劝我 你不适合做这一行 不如干脆把物流公司 和车队的股份转让给我 她挪着嘴 示意胖姑娘出去 小女孩摆着胜利者的姿态 用眼光 扫了我一眼 锁了个吻 屁叠屁叠地跑了 路友不动声色地说 走吧 这里不适合你 别在鱼龙混杂的地方 寻找净土 去看看真正的世界 找个适合的人 终老 我见惯了她狂躁的样子 没听过她说这么文周周的话 有点恍惚 不过一周而已 就江山一主 誓言消散了吗 这世界魔幻到 上一秒要给你全世界的人 下一秒就踢你出局了吗 事情变得太快 快到我无法适应 不由得愣在当场 几分钟后 我缓过来歇斯底里地喊 不可能路友 你别做梦 然后泪如泉涌 路友没吭声 掏出手机 发了一段视频给我 点开一看 画面里扭曲纠缠的女主角是我 我一下子全明白了 原来那天路友不是来给我颁奖的 那个拥我入怀的男人 只是想捅我一刀 趁机拿走我的全部 说到底是我傻 三十岁的人了 还是低估了人性 我恨死他了 这个破公司都快撑不下了 有什么好争的 就这么耗下去 每天都要面对这对狗男女 也实在让人无法承受 何况对方还手握我的把柄 于是我咬牙同意了他的要求 公司就这样换了法人 临走他还心心作态 在我原本出资50%的基础上 给我套现将近75% 也是 别人现在都是行长女婿了 不在乎这点小钱 经历了这么多 就是他不逼我 我也想离开了 我想逃得远远的 避开所有人的视线 拿着这笔钱 我开始准备出国 打算一辈子黑在国外 2020年5月20日 就在我办妥一切手续 打算离开的时候 闺蜜给我打了电话 气愤至极地说 陆友要结婚了 灰燕定在我们酒店 狂得很 火爆脾气上来 他和大唐经理吵了一架 嚣张极了 谁都不放在眼里 最后他从抱怨 总结 安慰我说 没和这种人在一起真好 老天爷迟早会收了他 放下电话 一个大胆的想法 钻进我的脑海里 也许我现在就能替天行道 其实我和陆友 是同一种人 骨子里都不服输 感情我可以放下 钱财我可以不拿 但被羞辱的经历 我无法释怀 我立马给闺蜜回了个电话 说出了我的想法 我俩一拍即合 只是为了保住她的工作 她只提供信息 不负责出面 陆友结婚的当天 我偷偷溜进了 她的婚礼现场 剃掉电脑上 原本打算播放的视频 婚礼进行到视频回顾环节 不知情的婚礼司仪 极力渲染着气氛 高喊着想不想看 台下人热情地回应着 她开始卖关子 手搭在耳朵后面说 听不清 台下一阵欢笑 回应更热烈了 一来一往 彼此挑逗着 全场沸腾 然后重头戏就开始了 我和陆友的动作片 一下子呈现在了众人面前 当然 我没忘了给自己打马 把风头全让给了她 短暂的寂静之后 现场炸开了锅 胖姑娘开始惊叫 提着裙子满场乱窜 想在一片愤乱中 找出一条出路 行长 惊慌失措地会捂着手臂 指挥工作人员关机 肆意的麦克风 掉在台子上 刺啦啦叫得格外凄凉 新娘的娘家人 开始骂畜生 崭新的皮鞋飞上台 陆友的眼光扫过全场 我躲在遮光帘后面 看着她 苦笑着 拿起香槟 倒进嘴里 颓然坐在岳父空出的位子上 心里一阵窃喜 这个方法是她教的 一年前 她曾经跨坐在我的办公桌上 笑着 给我读了一段新闻 一个新娘 不动声色 在自己的婚礼上 播放了伴娘 和新郎的视频 引来了全场的轰动 当时 当时她掐灭了烟 冲我喷出最后一口烟雾 郑重地说 那小左 你看见了吗 这才是女人该有的样子 酷毙了 小姐姐太洒了 学着点 猝不及防地 戳了我的额头 我这么做 是被她点画的 她不是用那个破视频 逼我出局吗 那干脆 以笔之道 缓止其人之身 我自动出局 留下她收拾一片废墟 趁着一片混乱 我收拾行李 挥手告别了亲朋 远走英国 为了能够尽快离开 我办理了旅游签证 在英国公园的长椅上 坐了一个星期之后 我开始找工作 最后在一家美甲店 扎下根 每天混不守舍地活着 期待着 再平淡的日子 能慢慢自愈 平静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时常会后悔 恨自己一时冲动 为了报复 不计后果 但更多的时候 我为自己的错付 感到不值 甚至怀疑过这一切 都是虚幻的 不曾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2020年10月 国庆节刚过 闺蜜给我打来电话 这次她兴奋地告诉我 陆游的行长老丈人 被调查了 而陆游也得了肛癌 听完我愣住了 确定闺蜜 不是跟我再开玩笑后 我又陷入了无尽的失落 她的报应是我期待的 可是也来得太快了吧 快到有点诡异 一个人怎么可能 在那么短的时间 得癌症呢 她岳父为什么会被调查 我的公司现在怎么样了 无数的疑惑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离开之前 我删除了她的所有联系方式 堵死了任何消息 可现在我迫切地想要个答案 加回录有微信 我疯狂发信息 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理智告诉我 这其中的定有蹊跷 我开始疯狂地刷航空公司的网站 我要回去 从英国回去也行 绕西班牙也行 机票一万块可以 四万块也没问题 穿房护服冒生命危险 我也要回国 总之我要见陆友一面 我问他 到底他有什么事 瞒着我 我是在一个破热的出租屋里 找到他的 门没锁 推门进去 迎面一股酒气扑鼻 陆友胡子拉叉地 独自坐在床上 看见我 他愣住了 我这是打算过渡一下的 等将来公司上市了 我 陆友擅长气人 但不擅长说谎 一句话说得磕磕巴巴 自己有点急 开始吼 你谁呀 你私闯民宅 你 啪 一记响亮的耳光打过去 我愣在了那里 飞机上 预想过各种 再见面的情景 甚至可能是 煽情的暴徒痛哭 可此刻 我就是特别想 煽那一耳光 却不是因为愤怒 陆友摸着自己的脸 颓丧地将头 埋进了胸前 一个劲地说着 你为什么要回来 都已经走了 为什么要回来 一切都如我所料 我歇斯底里地冲他吼 陆友 你凭什么觉得 我不会留下来陪你 凭什么安排我的一生 我一拳头 一拳头地打他 直到胳膊都抬不起来 陆友 还是没有还手 一把把我搂进怀里 还记得 我在单元大厅第一次见你 你坐在窗口里面 斜着眼看我 一脸生人物尽 当时我就想 不知道这辈子 谁会有这个福气 可我 原来 今年二月份 他在我们生意 举步维艰的时候 意外查出了癌症 而他之前 脾气火爆都是征兆 却被我们忽视了 我们以为自己年轻 可以无节制地 喝酒 熬夜 泡巴 超复合工作 有资本挥霍 却从来没有想过 死神 早在暗中窥探 查出肝癌后 陆友看我整日忧心 公司生存的问题 他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开口 事情在我被行长侵犯后 出现了转折 陆友在那时就想好了 毫无退路的报复方式 为了安排好我这将来 他把公司套现给我 以免 虚伪移的和胖女儿结婚 以免 寻找老丈人的证据 伺机报复 结婚后 因为陆友是胖姑娘的心头好 行长对她呢 也还算不错 陆友以公司 想要求的更大发展为由 打听资金周转的道道 不时的套胖姑娘的画 至于平日兰包母 也不准进去打扫的行长书房 陆友也找准机会 进去偷偷翻了个遍 一来二去 陆友还真掌握了一些材料 原来 2019年10月 陆友老丈人所在的银行 拍卖一家商场 在该商场 估价2465万元的情况下 老丈人 却利用了分管不良财产的职务便利 以低于一半还多的价格 将其贱卖 拍得着 是与她并无血缘关系的表舅 李斌 而李斌 平时与行长来往非常密切 陆友将相关材料复印后 毫不灵情地 将老丈人给实名举报了 并告知胖姑娘 自己得了癌症 净身出户 被伤透心的胖姑娘 直接将她扫地出门 听陆友说完 我犯人悔悟 那晚她也不是来给我颁奖的 她是来和我告别的 她说我想要的一切 她都给我 不是赌气 不是炫耀 是真心话 只是当时 我全然不知 现在我要承包她剩下的人生 不管多久 万幸的是 陆友的肝癌发现得早 肿块小于五厘米 且没有肝硬化 医生最后建议手术治疗 10月24日 陆友被推进手术室时 我在她耳边警告她 陆友 你给本宫活着 听见了吗 陆友 我 我哽咽出声 实在说不下去 结果她居然气弱油丝地接话 没有我不能活 她的手术很成功 医生说患者真的是坚强 几度昏迷 几度挣扎过来了 现在陪着爱人的我 常常会想 生活对我来说 就像多米诺骨牌 一推就倒 倒了就很难浮起来 可是生活 念我千百遍 我依然昂首挺胸 绝不倒下 大龄圣女怎么了 我一定会穿过岁月 找到最适合的人 公司没得算什么 我有勇气 重头再来 爱人病了 有什么关系 只要她活着 贫穷我扶持 跌倒我陪伴 生死我相随 我叫娜小左 三十岁 未婚 可我坚信自己 就是值得被爱的小姐姐 又美又撒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